我是GG,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一个客户 他现在人在中国,没有办法过来看房 我们过来专门为他拍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可以满足您好几个需求的 第一个需求就是学区特别的好 高中是Tompkin High School 也就是KD数一数二的高中 第二个需求就是这个房子真的非常的新 它几乎是一个准新房 这个房子是2020年建的 现在这个房东也就住了一年多 现在就卖出了 至于卖出的原因呢,我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第三个需求就是这个地方呢 离12高宋特别的近 而且离KD没有也特别的近 所以这三个需求恰好满足了 现在买家的一些需求 我们就进来看一下 这个学区特别好的房子 顺便还得说一句 价位需求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房子是86万5千美金 我们走进来看 这个房子特别好的一点 在进门之前要给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这一旁边呢 就是一个小的公园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虽然这个小公园只有一个滑梯 还有一个小鞦韆 但是它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给你的感觉 就是这个房子空阔的这种感觉会好一些 在这个小公园 再往那边走一下 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个泳池 这个社区呢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它的泳池没有那种 能转的Lizzy River什么的 可是这个社区的 这个整体的位置很好 有的社区很大 有好多活动中心 有的社区相对小一点 活动中心就没有这么多 那这个呢是一个相对小的社区 但是社区的档次是比较高的 整个社区当中呢 湖井的房子差不多就是100多万 最便宜的也要70多万 就算是非常小 最小的户型几乎也没太有低于70万左右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80几万 就在这个社区属于中等 也就是很normal的那种感觉 我们走进看一下 走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非常高挑的森林 然后我们就直接先往里走 看看这个房子整体的感觉 它是有4369尺的居住面积 5个卧室 4个半洗手间 2020年建的 并且呢 这个院子占地很大 它有9351尺的占地面积 所以它整体的宽阔感是很好的 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70尺的房子 所以它的面积才会比较大 在当时盖这个社区的时候 这个户型呢 是一个样板间户型 它的这个厨房的升级呢 也会比较好 这个台面是一个大理石台面 是一个升级的大理石台面 可是现在大多数的新房子 可能会用那种叫什么 叫Quartz 也就是石英台面的会更多一些 大理石台面在最近这几年用的少了 但是大理石台面特别的漂亮 它的客厅 直接就能看得到旋转的楼梯 并且呢 这个房子当时选的这些配色 跟那个时候的样板间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样板间 也是这种感觉的配色 只是放了家具 看起来就更好看一些 这个一楼呢 它有两个卧室 在客厅的这边 先是主卧的位置 因为没有家具 所以我在这站着你们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主卧的大小 那这个主卧呢 打窗户看出去 就是它的邻居 主卧的整体的感觉 就是方正实用的 主卧没有飘窗 然后在这边双开大门 走进来 就是它的洗手间 这个建筑商呢 叫Trip Point 这个建筑商的一个风格 就是很亮堂的一个风格 两个洗手台 这边一个 然后旁边一个 浴缸呢 放在了中间 旁边的洗手台下面 是一个可以给女主人 坐在这个地方化妆的一个台子 这个也是比较细致的 我是超级喜欢这样的 哪有女人不爱这些东西呢 再往里走 淋浴间够大 淋浴间是有一个座位的 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 进来看淋浴间的那个 它的使用痕迹 这个房子由于比较新嘛 各种细节的使用痕迹 是很少的 所以你进来的感觉就是 几乎跟新房 就很接近很接近了 再走进来 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带着窗户 所以特别亮堂 这边呢 是也半个部分 在旁边这个地方 这个小部分就是给男主人准备的 从衣帽间出来 这个旁边是一个马桶间 所有的在休斯顿的房子 马桶间都比较小 就算是这个房超级的贵 超级的塔 马桶间一般也都不太大 我们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 到一楼的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一楼两个卧室 在实用性上比较强 比如说如果有家里有老人啊什么的 想住在一楼 那就会更方便一些 他们就不需要爬楼了 我们的一楼第二个卧室 在这边 到了这个位置呢 就是到了一楼的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一个套间 卧室放一个queen的床 或者放一个king的床 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洗手间 都带了套间就很方便 五个卧室四个半 洗手间就住起来的会很规整 其实学区好的房子 又这么新在八十几万的选择 真的挺少的 基本上学区好 这么新八十几万的选择 只有那么几个社区有 除了Kitty 现在看到这个社区之外 就是BridgeLine那个社区 也是学区很好了 可是BridgeLine那个社区 它离亚洲人的一些生活 或者是一些亚洲人群体 就会稍微少一点 那边的白人就多一些 我们现在上二楼 上二楼之前 我们就要先看看 进门的那个区域了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 是直接进了客厅 其实进门之后呢 在一个门的这个右手边 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Dining Room 主餐厅 就是家里人多的时候 在这吃饭的一个餐厅 然后再从大门的旁边 这边是一个书房 这边是一个书房 在这个地方做 放一个办公桌 就是基本上坐在这样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旁边阳光洒进来 非常的惬意 从这个主餐厅呢 我们往这里面走 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洗衣房 洗衣房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洗衣房的旁边 还有一个Pantry 这个Pantry是可以放各种柴米油盐的 那它的架子也都做好了 使用性比较浅 Pantry的另外一边 打开门 就是车库的位置 这个房子是有三个车库的 两个车库并排 然后里面又延伸进去了 另外一个车库 那车库是 这样的话 就是里面延伸进去的这个车库 就可以放一些杂物 然后并排的两个车库 可以停留两个车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了 穿过客厅 再看一下这个漂亮的厨房 然后我们再上二楼 我们现在上二楼看看 二楼是有三个卧室 然后还有三个半洗手间的设计 二楼的楼梯也做了楼梯地板 当年升级楼梯的楼梯地板 其实是比较贵的 因为楼梯地板是按块收费的 并且呢 这个房子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公共区域当中 几乎全部都是地板 是没有地毯的 所以打理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一楼全部都是地板 二楼 您看我现在站到的这个公共区域附近 全部都是地板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升级的一个标准项目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这边走 这边就到了放映厅 这个房子的放映厅 也都全部都是地板 就是在细节上 它做的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这么多的细节 累积起来也加上它的好学区 这样整体来看 它的报价就是不是特别的高 这边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旁边是二楼的 其中一个卧室 那我们二楼是有三个卧室的 这只是其中一个 每一个客人的卧室 肯定都能放得下一个queen的床 和两个床头棍 或者是一个queen的床 然后我们再到二楼的另外一边之前 告诉你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密室 并且它这个小密室 也都是全部是这种地板的 它这个地板呢 不是石木地板 其实它这个地板呢 是一个叫engineer wood 就是一个什么符合地板 我们现在再往这边走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它每一个卧室都能做到很方正 并且阳光明媚 这是它的优点 因为毕竟比较新的卧室 它的户型结构感都会很好 包括我们现在 今天看到的这个户型 现在的新房当中 还依然在盖这种户型 我们再往这边走 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刚才看到卧室 和这个卧室 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所以那就是共用这个 这个洗手间 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在英文上 它叫Jackie and Jill 再往里走 你看这个洗手间 带着窗户 所以很亮的 就直接通到了 我们刚才 所介绍的 这边的这个洗手机 这边的这个卧室 这就是刚才 我们在门口介绍的这个卧室 从这个卧室出来 就是看得到 一楼的一个景观 这就是楼上的一个空间了 它的空间利用感 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去院子看看 它的院子有9300多尺的占地 所以呢 就是院子会显得比较大 一共的占地9351尺 目前呢 这个房子是上市到第三天 它有没有offer 有多少offer 我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被客户清点让来拍一下的 因为我们也是有好多房子没有拿到 也挺灰心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院子 到了这个位置呢 就是院子的派对 它院子里面没什么东西 就是规整又比较方正的一个普通院子 就是一览无余的普通院子而已 就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景观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了 我是基基 如果您对休斯顿的房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基基 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休斯顿地产团队的基基 也是休斯顿好房产的基基 具体的信息会写在我们视频的介绍栏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或加微信联系我 下期再见了 拜拜